部長看到這張照片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外交部失職 外交部失職 我不會怪柯市長 我不會怪柯市伍 部長 柯市長有沒有安排禮遇通關 呃 有 以色列代表是哪一位 張大使張代表 柯市長入境 以色列有沒有禮遇通關 有的 出境有沒有禮遇通關 我的了解是有的 代表有沒有在現場 有沒有陪柯市長到機場 還是代表出有沒有任何人陪著柯市長到機場 這個可能是機場裡面分很多層 沒有沒有我們代表出有沒有人去 有有有 我們在以色列的外交禮遇 我們的代表出人可不可以到登機門口 還是只能到外面海關 可以到登機門口 所以照理講我們的代表出有人在那邊 我們的代表出沒有辦法安排一個 安排一個貴賓室嗎 我們跟以色列的關係連一個貴賓室都安排不到 要必須讓我們首度的市長住在地上 外交部失職 這代表要檢討一下 還是說有要請他他不願意去 部長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好 如果是我們代表出連一個貴賓室都安排不到 我要求懲處這個代表 如果代表說 欸市長我們到貴賓室 那市長我要坐地上 那就算了 部長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馬上來了解 先了解我們代表我們在現場 我們代表出我們在現場 還是代表出沒有隨身充電器可以讓市長用 我們來了解 了解一下 對外說明 好 沒問題 有沒有人太 太做作太假扮 那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是了解 外交部在這次的城市外交安排上 有沒有做到該進的責任 好 不要說柯市長啦 講難聽我們國會議員出去你們都會安排 禮儀通關 甚至有貴賓室 既然我們跟以色列關係壞到連首都市長要貴賓室都沒有地方做 這大家要檢討啊 好 部長 我們來了解 去了解情況 必要說對外說明好不好 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了解下方 好 謝謝柯委員 我想部長等一下就趕快問一下 這有點誇張 來 接下來請江啟成 江委員